凤天承运 一日起收回册宝 禁足东宫 胡振手谕不得出宫 钦此 等等 圣上口谕 数字狂妄 让他好好跪着反省 女太大 快回去吧 这几日在东宫 多得殿下招呼 我怕以后这份恩情还不上 也是 你总归是要走 还来做什么 雨季等日后失去安人身上 不如从现在开始起来 天下这雨季 险些让我不会殿下邪恶 因为我奔赴向你坚定的忧 怎么是你 秦儿 于公子 请自重 秦儿 我错了 我不应该去退婚 如今我马上要远赴关外 此生恐怕再无归籍 说到的京城 唯一放不下的只有你 你可愿 与我一同走 不愿 我会对你好的 我们可以开家书院 交出育人 我们 我们简简单单的生活 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 我都可以给你的 我曾经的确是那么向往 一心 只想寻一最最稳妥之 安度此事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请 我可以放下一切 和你安度此生 放下什么 你的虚荣还是自大 权衡力毙后 你第一个气的就是我 不是吗 不是 不是这样的 那你真正想要的 到底是什么 是太子 是培训 放开 是不是培训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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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你此些为情 从今往后 不准踏入京城半步 否则 我让你有来无怀 你放我下来 你扭伤了 你扭伤了 殿下 那我先回房收拾了 嗯 圣上已经派王将军去边境查明真相 王将军 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嗯 嗯 圣上已经派王将军去边境查明真相 是 梁草一事 我怀疑有人理应外合 您任等王坤启程后 你去一趟边境 是 此事不可走漏半点风声 若我没记错 前两世 这个王将军也是培训身边的得力干脚 后来培训被刺死 他却不知所作 还有上一世 我明明将培训软禁 明明一世 又是如何暴露的 或许他原本就有不臣之心 老公爷 九姑娘 你怎么在这儿 还赤服打扮 你们那天说的我都听到了 你 你不会是想 我要跟你一起去 不行 这是启事儿戏 去边境的路上 一路危险重重 若是殿下知道 他一定会砍了我的 我保证 查明真相我就回来 绝不影响你的任务 不然我就自己去 你是难不住我的 不扬病 不扯病 不批病 没有 有人怎么到阵堡 还要不扯病 还要不扯病 一步 我现在犯牢 战事吃起 边境军队这两天在到处争粮 有粮的交粮 没粮的交人 那还有人交啊 这粮要是再争几回 我们也快活不下去了 你们是外地人 赶紧去躲起来吧 太子争粮可耽误不得 你们动作都给老子快点 这么点 咋发叫花子呢 还不够我塞牙缝的 你们说是太子陛下 行使却与流靠匪徒无异 若不是借着太子清兵的名刀 四处掳掠百姓 故意败坏太子名胜 你们军心何在 怎么会争我们百姓的救命呢 这暴虫太子 这暴虫也太大了 老你个胡言乱语的疯子 砍了你二人的头颅 拼护了这些拒不上宫的刁民 没有 没有 你先带着村民们走 你们打起来吧 大家快走 走 快走快走 走走走走 不行啊 杀 说你们为何冒充太子清兵 四处征量 什么假的 我们就是 就是负责征量的太子清兵 再不说实话 我们就杀了你